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12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4手法更新 背部 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今天在直播前 我们先插播一下 基金会的最新公告 原始点是一门简单易学 可以在生活中实践的保健方法 2023年更有新的突破与创新 美国基金会纽约原始点推广中心 将于2024年5月18、19两天 在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举办原始点健康讲座 教学团队会把临床上的实作经验 分享给大家 必定能让所有参与的学员 收获满满满 满在耳硅 请大家鼓励亲友报名参加 原始点创立发展至今 全球各大州 都有许多原始点的爱好者 并传回许多成功的案例 唯独欧洲发展较慢 自疫情开始 张医师在网络上向全球直播 解答大家在操作原始点所遇到的问题 讲述新书修订增补的内容 并解答大家的疑问 这让全球原始点的爱好者 能得到原始点最新的信息 今年5月27日至6月5日 由美国基金会带领北美原始点精英团队 在欧洲推广原始点 请大家鼓励欧洲亲友报名参加 我们先看我们手法更新背部的部分 这其中有加了背部新增的两点 还有上背部三点的做法更新 播完之后我们马上现场的实作教学开始 上背部原始点 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平行位于脊椎两侧 左右对称 涵盖范围 上躯干 我们现在来介绍上背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上背部是从肩颈结合处 一般是以脊椎旁开一指宽 这里都是一样 然后一路到哪里呢 到腰椎最顶端这里就碰到骨头了 这里称为上背部 到下面这里我们就称为下背部 两侧都一样都要按推 都是旁开一指宽 由于上背部这一段 两骨之间有时候空隙很小 上背部我的建议是坐姿 好 那我们采取坐姿 坐姿的话要注意的就是 你按下去的第一点 我发现也是这两天来 这里的脂肪容易翻 它第一点都按到这里 不对 第一点是在肩颈结合处 是在下面 所以正确是 肩膀到颈椎的交叉点 你们揉到上面来一定是错 好 那第一点找到了 第一个手放这里 然后同侧是这里 所以你们注意哦 我这样顶下来 往后顶 这样才能顶得到 然后已经下去了 当你放在这里一定是错 第一点一定是这样 好 那这样 有一点由下往上勾起来的味道 这是第一点 好 这是第二点 那我们做对策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这样 这一手补到前面 然后屁股稍微抬起来 甚至你这样变化一个姿势也可以 我的屁股稍微抬起来 然后这样 能过去 一样肩颈结合处 这样 如果你还是 比较属于五短身材 还过不到 我看曾经你还有一招 就这样 这一腿踩上来 这样的做法 跟我刚刚屁股抬起来的做法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肩膀记得这三点 第一点要下去 这是你们会犯错的 第二肩膀它很敏感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里 施加太大的压力 好 我们现在再来介绍 上背部的按推方法 脚 与患者肩 还有 脚骨上沿同宽 然后 膝盖 微微蹲 微蹲 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另外一手 如果要按推 对侧的上背部 那我们要注意 工具是手肘 但这时候掌心是向下的 好 按下去 然后眼睛要对着 这个手肘肘骨 然后整个身体也是这样要移过来 好 移过来之后 手肘对着你的胸前 然后推是以前后的方向 然后推是以前后的方向 好 按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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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身体全部移过来 眼睛盯着肘骨 肘骨对着胸 好 按 推 按 推 以上是上背部的按推方法 下背部原始点 位置如图中红线所示 涵盖范围 下躯干至间追最高点 如图中淡紫色轻易所示 我们现在来介绍下背部 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站姿跟刚刚一样 也就是两脚与肩同宽 左右对着肩部 还有胎骨上沿 然后脚要微蹲 微微的 好 那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一手的工具 一样用手肘掌心向下 好 这样放下去之后 要注意的这时候 这里要保持90度 这里也要保持90度 然后眼睛紧盯着手肘 手肘对着前胸 好 这时候身体一定要 跟随着手肘一路往下移 越往下我们整个的身体 就要越靠过来 对侧做完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示范同侧 一样一手固定 工具拿出来 按 推 按 推 下背部新增延伸点示范 最后一点 以前是在胎骨上沿 也就是这一点 那现在我们还要注意的 下面还有两个点 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一边也是一样 好 腰椎旁开一直宽 好 这是跟胎骨上沿接触的地方 我们是最后一点 那现在还是要往下面 第一点 第二点 是可以按的 但是力道稍微注意 太大力 患者会受不了 好 我示范给大家看 好 这是以前的最后一个点 好 那下来第一点 第二点 好 这样在按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感觉有筋 拨到筋 而非骨头 好 这个已经是最后一点 如果你再下去 这个就是骨头硬硬的 这个 所以不能按 好 那同侧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以前都是 咖骨上沿 这是最后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 还要再往下面 好 下面的第一点 至于上背部 以下背部的舒缓方法 是相同的 都是用掌根 我们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 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所以 掌根的失利点 掌根的失利点 就在这个骨头 这两个骨头 好 直接按在脊椎 所以 躺开一指宽 按之后一样推 按 推 同侧也是一样 按 推 按 推 这是上背部的舒缓方法 下背部的舒缓方法 下背部一样 下背部一样用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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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一指宽 它不是在一指里面 所以这个凹陷处是错 如果一指宽 刚好对过来 这里有一个筋 反而是在筋上面 这个才是原始点的位置 第二个 操作者容易犯错的是 它的工具 有时候没有保持90度 这是最容易犯的 然后有时候身体太后面 或太前面 都会让90度 变成达不到 另外一个错 就是使用的力量 没有来回均匀 它是一边一边这样推 这个都不行 还有在按推上背部的时候 它身体还是依然没有动 就跟我们平常这样 事实上 你按上面的时候 身体跟脚整个都要移动过去 然后眼睛盯着手肘 这样才是对的 而非这样眼睛目送着 严严的看着它 这样是错的 以上是 上下背部容易犯错的 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现场直播马上开始 张医师好 好 Luna好 张医师 最近有很多提问 他们都写信到基金会信箱 还有很多群组都在问 因为最近我们乳癌的那个爆开的很严重的案例 老师不称为重病 说是重症 那很多人就会来询问说 老师是口误吗 因为之前那个修剪烂肉的那一位患者 他一直说他自己是重症 那老师跟他说你是重病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 想请老师 是不是在直播线上 可以解释一下好吗 好 谢谢 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是在今年差不多二三页 在书的修改上 我把它再简化了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学员应该拿到的都是2021年年末的版本 那经过这么多年来 其实很多原始点都有一些突破与创新 所以整个内容也经过一年多的修改 所以很多都有跟之前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到底我是不是口误应该不是啦 因为二月底到三月那时候修改了 对于轻症重症的定义 就把以前更简化 以前是分重病 那如果有体力虚弱 那如果有体力虚弱 称为轻重症 那现在我们改为 就是再把它简化 只分成两个而已 就是轻症跟重症 也就是有体力虚弱 如果没有病症的 我们称为重症 如果没有体力虚弱 病症的 我们称为轻症 那轻症又有分四肢跟头身 如果四肢的 比如膝盖啦 手肘啦 脚踝啦 这些都危险性比较低 那轻症如果是属于头身的 比如咳嗽 头痛 头晕 胸闷 心悸 这一类的 虽然体力很好 还是属轻症 但是危险性就比四肢高 那这样看来 这样就简单了 因为轻症既然没有 比较没有像重症 具有威胁到生命 但是轻症也不能舒服 轻症里面我们再进一步分 四肢跟头身 那重症就是只要有体力虚弱 就称为重症了 那也就是我们以后所有书本 写的已经没有再重病 这个名词可能到今年以后 就不再用了 以后只有用轻症跟重症 那大家记得 轻症有分危险性比较高的头身 还有分危险性比较低的四肢 这样就很清晰了 也就是把之前好像又有重病 又有轻症又有重症三个名项 现在已经改为两个名词了 就是轻症跟重症 那这样大家在判断上 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 也就是更简单化了 以后在判断上也容易判断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原始点的简化 又跨入了 近了一步了 所以以后大家再听到我讲轻症或重症的话 就是以今天讲的为基准 那之前讲的大家就不要再看了 好 我对于刚刚各地的学员的提问 我暂时就回答到这里 老师 现在是吉林 他们有两个案例要分享都很精彩 看看时间的情况怎么样 他第一个案例是 上一周他也有提到的就是一个脑血酸瘫痪 老师 这个案例我觉得很值得分享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短的时间 就能够恢复 那我们现在先放他 刚来的第一天的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 老师 这是3月11号他刚来的时候 他全身都没有力 要三个男生 用板凳把他抬上楼的 然后他右侧没有知觉 手跟脚都不听使唤的 然后他有胸闷还有呼吸困难 而且他从脸到脚都是浮肿的 脸色也是苍白浮肿 然后下肢按一下就有一个一个洞的 然后翻身也很难翻身 他们要两个人帮忙才有可能翻身 然后他又因为他胸闷嘛 又呼吸困难 那来到推广点他们先帮他全身先按推 前胸 锁骨 心窝 侧面 肋骨 通通都给他按了 那推完之后他呼吸很顺畅 而且他可以从床上拱起来 但是他坐不住 接着他们就帮他四肢都涂姜粉泥 所以来的时候大概是四点多吧 处理好大概是八点多 然后第二天我们看一下第二天的视频 老师要真是第二天 他处理方法跟第一天按推是一样的 也是帮他全身都按推 都按推完解开他的开关以后 他有把他的前胸锁骨 心窝侧面的肋骨也都按推一下 然后他就能仰坐坐起来 老师你可以看到他这一张就是坐起来 然后他们之后又继续全身推姜粉泥 然后给他喝姜粉泥 然后补充他的体力 我们接下来看13号的 老师你看他这个是帮他按推 按推原始点 然后前面的痛点也按推 你看他刚刚是仰躺 然后自己坐起来 稍微扶他一下 你看他就站起来了 而且他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 然后接下来他们大概两个礼拜吧 每天给他按推 然后按推姜粉泥 然后喝姜粉泥 大概喝到100克 运动量大概每一次是两个小时 所以他其实一个礼拜 他全身的服肿都没有了 都消退了 然后他从他住的地方 到服务站的这一段路程 他也不要用轮椅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15号的 找起 你不能晚了 不能晚睡 对他要前点 我这个 你可以找他找起 你可以拍一下来 或者抛回来 你吃一家 你就按黑世界走 你要抢凉气 你得起早 不是说了 就找那啥 今天是 好我们接着看 15号 19号的 老师看一下 22天初初期 第7点 第8天 第7点 19号 再看下一个 再看下一个 4月3号的 4月3号的 回来啊 嗯 回来 转头 哇 拐杖也不用了 对 也没有拿拐杖了 然后 4月13号 你看他可以爬楼 90层 好厉害 好厉害 他刚开始爬楼 还正着上 然后反着下 结果他那个 有半边身体没有知觉的 他现在也能动 也能够耸耸肩 那个手啊 也有劲了 你看他的脚也没有发圈圈 是 是 你刚刚拿一下 他现在每天爬楼走路 走路大概 四到六个小时 所以他说他 他想要用事实来告诉大家 原始点是可以解症的 而且呢 这个是 医学上做不到的 原始点的方法 可以快速解决 那他自己是很开心 那家里的人呢 也不用再为他担心 所以他说他会更加努力 然后今后也会全心投入 这个工业事业 工艺的事业 让原始点为社会注入一股清凉 他说 这个重不言谢 只有一句很简单的感谢 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就是 如果没有原始点 就没有我的今天 所以非常感恩张医师 我看了这个影片 非常振奋人心 对这些脑中风的 对这些脑中风的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不简单 好 你也去 好 吉林这个案例 对 因为他过来 我们还没有完全制作好 不过基本上内容老师都看到了 下面他们要分享一个 腿疼的案例 那个脚疼 那这个案例 我们一边放 那个 季春兰你来讲解 好不好 我们放影片 你看得到 你来讲解 好 这个是他刚来的时候 这个腿疼的都变形了 他的腿疼了好多年 然后他说越疼那都变形 这个是他自己分享的 大家好 我是黑浪江省的谢玉萍 我患有膝关节疼痛好多年了 六年前接触到原始点调理 然后也喝过中药 也吃过止疼药 时好时坏 总是反复 今年年后 膝关节痛得很厉害 不能正常走路了 去医院后 医生说我 关节间隙狭窄 增生半月板磨损 让我做膝关节治患手术 不能保守治疗 只能做手术 我学过原始点 知道是体伤和热能不如所致 就用原始点调理 调理一段时间 没能解除症状 家人们一直催着做手术 在这期间 我想起几年前 在原始点直播时 听到吉林服务站做的案例很精彩 就加了季学长的微信 来到吉林服务站 虽然我的腿疼很厉害 右腿也已经严重变形 季学长告诉我 也属于轻重症 用原始点方法一定会好 至于多久能好 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还说 瘫痪的人都能起来走 你现在还能走呢 季学长每天按推全身原始点 开始的时候就每天按推全身原始点 三天后让我爬楼梯锻炼 开始每天爬几层楼 几天后 季学长 季学长严厉要求我每天累计 爬楼二百层 这对我来说是挑战 以前根本不敢想 医生一直要求我躺平 说我的腿必须做手术 没有保守治疗的价值 不仅这条变形的马上要做手术 另一条腿以后也得做 我想如果有不用做手术的方法 腿就能好 我也不愿意去尝试开刀 所以我就咬牙开始爬楼 开始爬楼腿是非常疼的 按推完之后症状会缓解很多 但一爬楼又会疼起来 再按推再爬楼就这样 我每天这样做症状越来越少 疼痛越来越轻 体力渐增 两周之后开始爬山 当季学长建议我跟着去爬山的时候 跟第一次要求我爬楼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不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 很顾虑把这个腿立坏了 怀着坎特的心情去的 还真的爬上了海拔八百米的珠雀山 这对我来说是意想不到的 以前不敢想 以为这辈子也不可能去爬山了 我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了 开始对生活 对一切都有信心了 开始佩服自己了 不觉得自己啥都不行了 再次验证了自己选择原始点的方法 是对的 而且明确表态 以后就是这条腿再疼 我也不会有去做手术的想法 心里真的是感激原始点 感激所有帮助我的人 感激生活 感激一切 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没有病苦 我跟我的熟人也介绍原始点 希望他们都好起来 除了按推外 我还会喝江湖为改善体质 几天后 又爬了一次珠雀山 这时候的症状已经改善好多 运动的强度也增大 跟着学长们去爬更高的中山 海拔一千二百米 第一次就登上 原始点的位置已经没有痛点了 膝盖内侧的痛的症状 但是还没有解除 学长们认真研究我的病情 在腿上找痛点 直到找到大腿的根部 腹骨沟和齿骨最下沿 有严重的一触即痛的痛点 按推后 马上腿的疼痛完全解除 一点都不疼了 当时在场的人 都很赞叹原始点的神奇效果 用惊讶的目光都看着我 都体会到了原始点的神奇 赞叹原始点的方法 我亲眼看到 亲身体会 原始点立马解证的神奇效果 我就要回家了 这段时间感觉我学到了很多 更加了解了原始点的方法 昨天我们又去爬了东山了 我珍惜在服务站的机会 回家以后我就没有条件再爬山了 我们那里是平原 只能爬楼了 我自己受益于原始点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让我身边的人 更多的人 让我身边更多的人受益 感谢大家 我们再看一个她的影片 你在这 哪个腿不疼了 这个就是原来最疼的 甚至他们表现的使劲都不疼 使劲都不疼了 你看 这个体伤在这 这个是 她那个 做过 还有两周 两周之后了吧 她身体 那你叫 外人 看着好了很多 但是她就是那个 膝盖 膝盖内侧 下方的地方 就是 走之不解 她那个身体 那个 原始点的位置 都已经一点都不疼了 那个腿 其他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给她 找换处 也不疼了 也不疼了 但是她这个 那个膝盖还是疼 这也是她爬山的 爬山的照片 爬洞山 来 这个是我给她按推换处的时候 因为她特别的疼 因为她特别的疼 就是膝盖 内侧 下方的位置 特别的疼 所以就把她整条腿 我们就给她捋 往上找 就在内侧 一直找到她 尺骨最下面 特别疼 就这个 我给她推开之后 马上哪都不疼了 就是这个才彻底解决 在后面 好 多谢观看 神奕坤 他这都疼得特别强烈的 我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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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疼吧 这几边 好了 这个是大学里的 这个筋下的 这块很疼 然后 这几根筋里 旁边就疼 然后 再后来行 还是在这个 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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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影片就先播到这边 那个季春兰 你有什么要请教老师的吗 他疼的这个位置平时我们肯定都想不到的 然后他自己他也说这个病他如果是用其他方法根本就没得治 那也就是人原始点才能想到帮他找找痛点 其他的方法不会有这个想法 而且他那个痛点就是在那个最隐蔽的地方 所以他才觉得这么 要是没这个方法他也知道就完了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准备手术的 来跟我说他说这家里边人我这个病 他问我我这病能几天能好 家里人已经准备好了联系好医院了 要是来两天不行的话就快点回去手术 然后当时就跟他说了 我说如果你打算手术 现在你马上回去 啊那个那我还我还不劝你了 如果你在想用原始点 你在这块必须得不能想那个手术的事 你要在这块要安心 那我才能帮你去找这个痛点吗 看问题出在哪 因为我们原始点就是想 就为了解症呢嘛 我们就研究啊 看你这个症在哪儿啊 我们能帮你找到 那你要是脚踏好几只船 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 那我们整不了 然后他就琢磨琢磨 你想手术也挺吓人的啊 他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了之后 那头两天还不行 他曾经在两周 就是半个月之内 他是一直问我的 啊 问我什么时候还是想 又不行的话 我还在手术 我还是这样说的 然后他那个 他都看着好起来 外人都看他走路都很轻松了 但是就是他膝盖那个位置 那个不好 怎么按充电也没有了 也不好 所以就跟他腿上找 就跟他捋一腿 从这膝盖一直往上边 走走 一直找到他腿根 那个他那位置也不是 就是齿骨最下边 到最下边了 都那个 好像是最疼的那个地上 都有点离开齿骨了 那个位置 所以推完了他当时 当时就不疼了 那就结症了 之后才能领他爬山 爬山回来吧 他还疼 那我要是 我要求他去做那个更强 强度的那个运动 那他回家的时候 可能能彻底好 爬山回来吧 他又有一点疼 那就很轻松了 没费劲也没用 就像第一次这么推 就给他揉两下 就好了 所以他处理好了 这个人他是 他回家了 那个早就回家了 他那个他好了 那个这个 这个 这案例外 就是我就汇报到这里 这个脑血酸的这个病患 老师现在他还在这 他还没舍得走 他还准备做一工呢 来看看 脑血酸的那个 好拍 到镜头看一下好了 他在做一工 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吧 我跟他儿子当天 他不有呼吸困难吗 他有呼吸困难 他胸很闷 他在喘气的时候 就是 就外上拔 我一看他这样 他是远途来的 所以我们都到下班时间了 没敢下班 给他处理的 我怕他挂了 他就在那拔气 然后呢 浑身还肿 还一瞅 太缺热能了 然后贪的一塌糊涂的 所以我们就给他 就是全部处理完之后 那一看呢 就是给他推 当时他那个 推完原始点之后吧 就他这个锁骨 他的锁骨 他的乳房这儿都肿 都是肿 都是肿着的 这个心窝 一直到这两肋这个地方 全头 特别强烈的那种 我们都给他推开了 他的呼吸 轻松多了 把头一把 他就觉得轻松多了 所以我们就赶那个啥 之后再给他推江泥 给他温敷好 那就 我们再修血 嗯 当时我跟他儿子都说了 他儿子送他来 我一瞅这样事的 我说他 你可不能离开啊 你妈可挺危急的 挺危险的 你不能走 完 然后 那个 这几天吧 他也挺有 他的感受挺多的 他 他就说 他说 那我们之前 因为他没像我们这么干嘛 就像平时很多人都那样 在做原始点也学 也做 听老师讲课 但是那个重病嘛 他们又 嗯 没整 然后他说 那个 我们整的是皮毛 这他自己说的 然后 还有一个插曲老师 他家那边吧 有一个熟人 熟人 他那个 有病于后吧 不算吉林了吗 那个熟人是 一炸的教授 完了 然后他说 上吉林呢 他要上吉林 他要能好 那以后的医院都在活 就那个人就那么说的 完了 然后呢 他过来好了 您挺争气的 好了 好了 那边那个人啊 就像 我就问他 他说 那你的医院怎么办呢 他好了 他说他好了 他医院都在活 完了 所以那 当事人他说的时候 这个人 马上就不降嘴了 拿着包 直接就走了 再不提 不提 他就查了 然后那边吧 他以前做原始点 他的缘分嘛 接触的挺多的 也都在这学习 也在这搞 那帮人 就是 昨天呢 有一个学长 还跟我说 他说现在 他们家那边的人 只要是认识他的 都对原始点嘛 就是 那个看法 都很 那啥 他说了一个词 他说叫震惊 他说都太震惊了 他们都认为他不能好吧 可能就是 这后半生就 摊在那吧 他们都觉得 他说简直了 太震惊了 然后不管是家里人 还是他曾经 那些缘分 都对原始点有信心了 说原始点能治病 他们现在是这种状态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分享 老师要不要讲几句 我们就时间差不多了 好 好 请老师 患者好像要讲 是吧 他好像 那啥吗 那个 当时我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 憋气憋力特别厉害 当天这个剧院长要说 不给你们弄啥 如果我按的话 我当天我都过去了 就 胸憋的不得了 特别胸闷 但是我也怕很惯 癱瘓是一方面 但是癱瘓已经癱瘓了 但是这个憋的上不来气 非常非常的难受 然后当时我就和他 远途跋涉 身体也挺累的 在一个他们店里边也快下班了 我就不想来了 但是实在是憋的不行 后来继续让他们 就给我夹了个板 给我夹了个板 是不是这个别 这个 这个不是 做了以后呢 就是 全身以后 做了按腿 我就 应该说就缓过来了 缓过来了 大概是 两三天左右吧 我就这个症状就解了 然后呢 对这个 癱瘓的问题 应该说 才开始 真正去种植饭 那癱瘓也就癱瘓了嘛 然后 就这样的事 但是 从那以后 金学长是每天给我推 然后呢 我是一天一个变化 天天都在变化 嗯 每天是进步 如果就是说 有的变化是大一点 有的变化是微 就是微调的变化 但是我都知道 每天都有变化 大家都看到我这个变化 嗯 然后现在这个就差这个隔膜 还是 不是还好 现在我走路哈 你可以看一下 我走路 你看我可以抬起来走 我这个抬起来走路的那个脚 我这个抬起来走路的那个脚 往下 我这个脚很高 嗯 就现在能高抬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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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这样 整个天天 那个天天运动 嗯 嗯 老师没看着我的脚 用这个看 哈嘞 哈嘞 啊 那个 啊 对啊 看着了哈 啊 他的脚 很灵活的 原来他的一条腿是烙在地下的 一直烙着 是 嗯 好 好 请老师点评 哇 我觉得这这两个患者都是蛮精彩的 尤其 第一个现在这个中风的脑血栓的 那很难做的 那时间又那么短 好像变化都可以看得到 一般是不容易看到的 每一个进展都是要一段时间才能观察 我觉得 这这个 这个太振奋人心了 啊 而且 我相信 如果没有这样的 就是操作 就是帮他全身按推 帮他所有的体伤开关解决 然后到最后的加强 包括 您能够楼梯 第一我看这么艰难都能够继续这样爬 也很难恢复啊 这些真的是要各种因言记住啊 我 我只能替你高兴啊 很庆幸你能来找到对的人 然后你又能够坚持 才有今天的成果 我今天看这两个视频真的 啊 都很 觉得把原始点发挥到淋漓精致 第二个也是啊 那个膝盖痛 膝盖痛那个哦 他处找不到一定要找患处 然后患处 竟然找到腹骨沟 甚至齿骨那里 我看 有些地方我都还没有按推过啊 那个齿骨啊 那个 只有你们女生才能 自己这样找到这么隐秘处 然后能够把它搞定 然后按完它好像立刻膝盖就解决了 是吧 春兰 嗯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真的是找到体伤位置啊 这个很不简单啊 能够这么隐秘处 你都能够把它找出来 真的很用心 那如果以原始点角度来看 这个是还是在找的范围内啊 因为臀部到膝盖 这一段都是属患处 所以大开关找没有了 就是 对 整个都要找 那你能够找到 基本上捋一捋 找找 一边找有点疼 完了再越找越疼 越找越疼 就这么就是找 对 然后一路找上来 真的都把它患处 该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精彩 所以你这两位 这两个学员都很精彩 尤其第一个 我认为是最最最难的 然后患者能够 这样示范给我们看 真的会激励后来的人 基村兰给你点个赞哦 是 谢谢老师 是 真的 你们做得很好 我们就 就是研究这个症状 怎么想办法解症 我觉得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 是啊 你们又做得那么彻底 我真的很感动 真的 来的病患 只要有解剖完了 还有症状 那老师都说过了 有症状必有体伤 是 所以 根据这句话 我们就在它 范围内 就是 那个 哪个部位的 就根据这个范围 就在找 直到找到那个痛点 解决了为止 是 是 是原始点 对 我们就这样做 对 以后我们还那样做 哎 老师我们这块的病患 没有一个吃药的 吃药都不熟 一粒药都不会用 其他方法 都不夹杂 没有夹杂任何其他方法 全是原始点 只要有这块好的 我就会原始点 不会别的 就是 从来不夹杂任何方法 太好了 那我就是说 早期我也是 我也要求我们基金会 就是有些重病患者 他还要吃西药 重症来 还要吃西药 还要给原始点 他脚踏两条船 一般都不会好的 都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你们那里 是做得最彻底的 是 老师我还能说两句吗 好 我是那个什么 就是一直听你讲课 讲课吧 我就在寻找 寻找这原始点味的 最后来就 听你讲课中 把系学长去介绍给我 我后来就跟他联系 就结这么个缘 然后呢 当我得病以后 我就坚定不移的 除了原始点 那我别的我就不选择 我就 我就愿意就这样了 肯定他没上医院 所以是 谁却也没上医院 然后就直接就过来了 3月8号得病 3月11号到这里 你非常有智慧啊 每一个抉择真的都是要有智慧的 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福报啊 好恭喜你继续加油啊 好 那季智南你做得很好 你们团队 老人 老人 是是是 好 谢谢吉林的分享 好我们今天的现场实作教学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预告一下下个星期的直播 是乳癌处理的教学系列 还有2024年原始点之歌 谢谢 下周见